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大盘盘口的纠错 好 我们看 当市场形成一分钟高点之前 价格出现了转向 在转向的第一个周期进行一分钟高点点的修正 比如大盘盘口的纠错和修正呢 它其实是分为五分钟高点点和一分钟高点点的修正 什么意思呢 你看最高的红角线是这 这是最高的红角线 那么它应该在盘口的第三根线 我们在课上也讲了 这里是主级正向波 对吧 红角线最高的那根线的第三根线 形成高点 但是呢 价格已经开始往回转了 如果价格已经开始转了 我们还没有给一分钟高点 在从最高点开始向下转的第一个周期 你已经看到转了 记住你已经看到转了 进行修正 进行修正 就是你不要等到第三根了 如果到第三根 这个价格可能到这了 所以说 有些时候你需要对价格进行修正 那么这个价格修正呢就是 在遇到最低点或最高点之后 第一个周期进行一分钟高低点的修正 当然之前的前提是 我们在判断一分钟高低点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 它已经开始转了 就是说我们想判断一个一分钟高低点 一分钟高低点它的效果呢 是其后引发市场的转折 可是呢 市场 先转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一分钟高低点就不能 还是按照老的 后面的第三个周期 或者是 我们一定能等到这个市场的价格和红角线的被吃 就要进行纠错 这是一分钟高点的纠错 好 我们再看下 一分钟低点的纠错 好 我们看 价格创新 在这 当市场形成一分钟低点之前 价格出现了向上的转向 则在转向的第一个周期里 进行一分钟低点的修正 这是低点 这是低点 往上转 第一个周期 你还没有找到这个转点 或者说它这个低点 住得非常快 一旦往上形成转时 第一个周期 进行一分钟低点的纠错 好吧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图 五分钟高点 怎么纠错 这里边还有一个速度的概念 当市场形成五分钟高点之后 五分钟高点之后 你看这 绿角线往下 价格往上 形成五分钟高点 出现一波下跌 出现一波下跌之后 以一个非常快速的上升 记住 如果是缓速的上升 如果是缓速的上升 你看 这里边就要 还要看这个五分钟高点 其背后的分时线的结构了 就比较复杂了 假如是一个比较快速的上升 那就代表什么 这个五分钟高点将被击穿 如果背后还有结构 结构没有消失 速度又比较慢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五分钟高点 位置还是不错的 但假如说 本身的级别就不大 又没有背后的分时线的 顶部背离结构的配合 短期又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升 创新高 创新高了 就要进行修正了 就代表 刚才我们找的这个五分钟高点 不是最高点 后边可能还有高点 那么股指期货的交易 就可以在创新高的位置上 再买回来 再等待下一个五分钟高点的形成 股票 股票 卖出的可以买入 但是买入的 没有办法卖出 因为它是提加一脚 这张图 比如说这张图 但是你作为增仓的部分是可以 比如说我原来有100股 我在低点买入了 在五分钟低点买入了 然后迅速的下跌 在创新低的这个地方 我买入了20股 再卖出20股 就相当于彼此的仓位没有变化 好吧 那么五分钟高点怎么进行纠错呢 就是速度比较快的下跌 首先是速度比较快的下跌 创新低 就代表这个五分钟高点已经失效了 持续效果了 就要进行纠错 五分钟高点的纠错 也是创新高 速度快 创新高 就是要纠错的 好吧 这是五分钟高点点的纠错 和一分钟高点点的纠错 盘口上也常用 就是说我们在盘口的交易的过程中 在进行交易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在给出五分钟高点点 你会发现它不是最高点 那么T加1的交易的方式 今天买入 今天不允许卖出 那就没有意义了 第一个出现五分钟高点的时候 五分钟低点的时候 我们买入了 后面再出现五分钟低点 你在交易的环节里 它不是可以卖出之后 再进行买入的 就是T加1的交易 今天买入 必须第二天卖出 所以说呢 你只要买到一个相对的低点 就可以了 这个低点呢 你一定要把握住 它是不是一个级别比较大的 级别比较大的 通过背后的结构 速度以及位置 能够分析出来它的级别 其实结构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 就是说 位置加速度 它两个加起来 可能跟结构有的一拼 结构很大 它占的权重很大 如果它的结构占了 速度和位置都差一点 如果它结构占了 它占了结构 速度和位置 差了一点也没有关系 你看 比如说我们今天 在这儿形成的一个五分钟低点 这是第一个形成 在这儿又形成了一个五分钟低点 对吧 那么从位置的角度来讲 这两个位置的低点的位置 都要大于 这个位置形成的五分钟高点的级别 位置上 但是如果背后的五分钟K线 或者是15分钟分时线 它存在了分时线的结构的话 那么位置和速度都要让步于结构 好 这是能理解的答义 这是能理解的答义 结构级别最大 结构级别最大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大盘盘口的综合应用 这是上证指数的截图 有的时候我们也截深成指 这个因为我截图的时候是黑白的 黑底红字 黑底白字这样的 然后我进行反色 反色之后就红绿反了 你看下面的红绿角线反了 就是你把这儿 这儿它应该是红角线 因为黑色的底它就是红的 现在变成白色的底反色之后 它变成这种颜色了 还不是属于绿的 是属于这种浅蓝色 好 那么我们从这张图上 能够看到的信息是什么 第一 红角线最高 目前我们看到的图形当中 它是最高的 代表目前是处于 什么样 主生时期 对吧 我们得到的第一个结论就是 红角线它最高 目前处于主生时期 既然红角线最高 就不存在背离 所以说它不是五分钟高点 再一个 红角线已经开始回落了 目前在第三根线 所以这个位置 一分钟高点 主生之后的一分钟高点 那么由于 它是主生 红角线放的最高 在这一分钟高点 它并不是这一波的最高点 经过回调之后 它还应该有新的上升 就这个盘面给我们这么多的综合应用 第一 出于主生 第二 一分钟高点 不是五分钟高点 第三 回调之后还会再上 因为一个快速的上升很难 在速度上降下来 好吧 目前的 这张图我们得到的讯息是这些 好 紧接着到这 到这 在这个位置 一分钟高点 第二张图 一分钟高点 红角线 往回溯了 价格往上升 形成一分钟高点 你先不要去判断 是不是五分钟高点 先判断它目前是一个 一分钟高点 一分钟高点找到之后 你再看红角线 对比前面有明显的降低 价格往上走 形成两个峰值之间的 背驰关系 背离关系 背离关系 所以说呢 这是五分钟高点 我们现在看不到 盘口背后的 分时线的结构 但从早盘来讲 它并不是一个 下跌途中的高点 形成的五分钟高点 而是早盘一直呈现出 震荡盘上 震荡盘上 在这个位置 形成的五分钟高点 相对来讲 级别比较大 就是单从位置的角度来讲 这个地方形成的五分钟高点 级别比较大 好 我们再看 下一张图 到这儿 到这儿 这个环节里 我们能够得到 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上一刻讲的 在一波下跌的过程中 绿角线迅速放大 你看价格 还没有创前期的低点 价格位置在这儿 前期的低点在这儿 价格没创新低呢 绿角线看到没有 前面在这儿 新的绿角线在这儿 所以说我常跟大家说 红绿角线的反应 比价格更快 红绿角线的反应 比价格更快 所以一定要重视 这个红绿角线 如果要是大盘 没有这个红绿角线了 真的 大盘盘口没法看了 就是存按速度看了 不看大盘盘口 看一分钟K线 也能看了就 但是红绿角线呢 它出现之后 它配合着大盘看 准确率相当高 尤其是我们说的 向后数第三个周期 次级逆线波的时候 数第二个周期 当然有些时候 也进行微调 调成两个周期 或者是一个周期 在井盆的时候 调成四个五个 这样的都有 但是绝大多数呢 三和二就够用了 我们能够找到 这个转点 而且在指数 找这个转点的时候 是相当成功的 今天我们在盘口 咱们四个小时 互动的过程中 我给咱们的学员呢 上了一个 股指期货的交割图 你看 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啊 我给这个图 不是让大家看了 我做多少手交易 而是你要去观察 我下单的时间 在大盘的哪一个比例上 我今天一共做了五次交易 其中有四次 是计时盘中的 最高点和最低点 就是在股指期货和大盘上 那么这些呢 都是盘口上 能够看出来了 做股指期货 跟这个做指数之间 它有一定的联系性 你比如说 大盘见到五分钟高点 那股指期货 我肯定会 多的平一部分 少空下来 当然我为什么说 不能说直接做空啊 这里边 股指期货 有很深的学问 我只能告诉大家的是 就是说 从方向上 我一直在做多股指期货 不存在做空 所以说 现在目前来讲 也不盈利 但是呢 这个信念没有改变 因为你一旦方向 没有这种方向性 有时候做空的话 一旦遇到比较强的 逼空或者是逼多 就很难吧 它可能导致你所有的利润 一波行情全没了 所以说呢 我们在做股指期货交易的时候 必须得有方向的倾向性 好吧 那么大盘盘口 在这张图上 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 绿角线反应更快 当绿角线反应快的时候 大盘还没来得及反应 这个时候你应该知道 大盘要出现 更快速的下跌 很猛烈的下跌 所以说呢 绿角线迅速放大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第一 绿角线迅速放大 而且创了当天 我们能够看到的 这一上午 绿角线的最高峰值 其后的下跌 必然十分快速而猛烈 短区跌幅巨大 属于主跌结构 主跌结构 因为它还不是 目前来讲 还看不出跳水结构 只能说是主跌结构 它速度很快 绿角线放得很大 那么主跌结构一旦出了 就这样的绿角线一旦出了 这么长的绿角线一旦出了 就代表主跌结构之后 其后的反弹 很难再主升上去 如果主跌再加上一个主升 那就代表了这个地方 盘口猪尖底了 猪尖底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还是比较少的 也不是说没有 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给我们的市场的分析 带给我们对于盘面的理解 就是第一 绿角线迅速放大 创至今天上午的最高 它是主跌 第二 这个地方即便出现一分钟低点 也没办法止跌 因为后面应该还有后续 也就是说结构上应该是一个三浪的 现在只是三浪一 要走完三浪二三浪三 再根据三浪三的速度来进行判断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好 它形成了一个两个下跌连在一起 两个下跌连在一起 然后呢 出现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非常弱 看到没有 这个反弹非常弱 这个反弹的线段 肯定是不及下跌线段的 三分之一的 那么也就是说 其后的下跌的速度 可能会比这一波更快 可能会比这一波速度更快 那么就代表了 这个地方所形成的低点 刚才因为它的下跌速度过快 而告诉大家 这只是三浪一 要等三浪三 结果呢 三浪二 走完之后 因为三浪一要等三浪三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三浪二的反弹的速度是多少 它的级别多大 它的线段有多长 当三浪二走出来之后 你应该知道 有心里有个谱 它是更好了 还是更差了 我们只是知道它要反弹 但是不知道它反弹的力度 结果呢 反弹的力度一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的这张图 能够得到的市场的答案是什么呢 第一 红角线的反弹非常短 不光是看线段 还要看这个红角线 这是红角线 如果反弹的第一根线就很长 那就很有可能什么 转势了 第一根红角线 就跟这个地方第一根绿角线 那么长似的 但是它红角线很短 而且连续几根都那么短 在上午是最短的 你看上午它的红角线都这么长 它是最短的 在上午它是最短的这个红角线 代表反弹很弱 线段呢 也不及前期线段的下跌的三分之一 其后呢 还有下跌 而且可能还是注跌 而且可能比第一波下跌速度更快 这是盘面给我们带来的知识 它有一定的后续 就是分析和判断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好了 刚才的这张图 红角线 你看啊 刚才我们看见有三根红角线 发现没有 但是呢 第三根没了 变成绿角线了 而且绿角线很长 看到没有 到这了 也就是说红角线啊 它只有在一分钟 一分钟不有六十秒吗 在一分钟的最后一秒钟 它才定了 这一分钟结束了 红角线该多长是多长 假如说这一分钟只运行了前十秒 后面还有五十秒 那还定不下来 这个红角线的长度 或者是绿角线的长度 所以说呢 我在看盘的时候 我的办公桌上就有一个带有秒针的表 带有秒针的表 我建议大家啊 在一眼能够看到的地方 记住啊 在一眼能够看到的地方 放一个带有秒针的 记住 一定要带有秒针的表 你说我需不需要每天对表啊 跟我的软件所形成的 这个一分钟完全一致 没必要啊 没必要每天对表啊 你先观察你的软件里 你现在所看的软件里 价格的变化啊 先看大盘 大盘从这一分钟变到下一分钟 如果从10点58变到10点59 你马上去看你的一眼能触及的这个 钟 带有秒针的钟或者是表 他比如说 我这变了 一分钟从这个一分钟变到下一分钟了 然后你马上去看 秒针是在15 下次再到14或13的时候 你就知道大盘又要变一分钟了 这一天你就不用再对了 你只要知道 第一次变是在15就可以了 如果它在20 就代表18、19 它就要变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就看 你的软件的每一次 一分钟的变化之后 你能够一眼能够触及的 这个 钟或者是表 它的秒针所在的位置 那么下次每到这个位置 它就变 这一点很重要啊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说呢 我们下节课讲个股盘口的时候 也需要对表 讲这个 专业的 股指期货交易的时候 也需要对表 而且你在看多台电脑的时候 记住啊 看多台电脑的时候 要求更严 你需要下同一软件 记住啊 下同一软件 而且需要 同一软件里边 连接的同一台服务器 它有时候会提醒你 你选择的是 北京的联通服务器 还是北京的电信服务器 选择深圳的联通服务器 还是深圳的电信服务器 就是你在同一个电脑桌面上 你要选择同一个软件 不能说我这个看这个软件 我那个看那个软件 不行 同一个软件的同一台服务器 这样才能做到同步 记住啊 这样才能做到同步 然后你还要对表 对表是为了什么 为了你不至于判断失误 你比如说 这只是这一分钟的前十秒钟 我一看 哎呦 它变成这么长的这个 这个红角线了 满进去之后 红角线没了 又回来了 这是大家能理解的打一啊 这是临时我想到的 所以我就说了一下 不能理解的打二 安安200 梦回故乡 这都打了二 不能理解啊 还有很多不能理解的 然后再说一遍啊 这个 我们必须得找到 就是说这个红角线和绿角线 它已经快固定了 或者它变化不大了 不能说它只是在这一分钟 因为它这一分钟它是变的 它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虽然说它的整体的变化 它不像这个 一会儿红一会儿绿这样啊 它不会这样变化 就是一会儿红一会儿绿 但是呢 绝大多数 它是不变的 甚至说它变化比较短的 比较小的 但是呢 我们怎么来判断它 比较稳定了呢 就是说这一分钟 它分为 第一个十秒钟 第二个十秒钟 第三个十秒钟 越往后 接近在一分钟快结束的时候 那它就 稳定性就更好 它就不会再变了 所以说我们对表 对表就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解决 什么时候到达第一分钟 那么你就看你的大盘 大盘右下角 它有个时间的变化 分笔成交 一分钟有很多笔 很多笔 但是你会发现 都是这一分钟 突然有一分钟 从这一笔变到另一笔 就是一分钟 比如说 9点19 变到9点20了 从9点19变到9点20了 大家打开上阵指数 打开上阵指数 F3 打开了吧 右下角有一个分笔成交明细 看到没有 右下角的分笔成交明细 看到倒数第四行是14点59 倒数第三行是15点 从14点59到15点 只要从这个数字一变 14点59变成15点 你就马上看你的 带有秒针的挂钟 或者是闹表 你看这个秒针 在你的表和钟上 什么位置 它并不代表这边 变了 你那边一定是在 59 60的位置 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 在你的时间里 就是你能看到的时间里 什么时候它到达这根线固定了 就是你所看的软件它固定了 这就是我们找这个带有秒针的表 并且你不能再带手上 记住不要把这个手上的表 因为手上这个表你还得不断地抬手看 你还要敲这个键盘 会比较麻烦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 就每人配备一个 这也是专业选手需要配备的 每人配备一个 好吧 这没什么太难的地方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好 这张图还没讲完 第一根红小线放得很大了 前面反弹的力度 又是整个下跌的线段的比较小 红小线也非常短 那就代表其后还有反弹 还有下跌 而且第一根线就放了这么大 就代表什么 来势汹汹 对吧 这个地方 就这张图我们能够看到的 得到的结论 一共有两点 绿角线的第一根线很长 这波下跌 十分快速而猛烈 还是属于主跌 并且对比前一波并不温柔 但你要注意一点 这只是初期 现在目前在这个下跌的速度 和这儿的下跌的速度 进行对比 看不出来是增速还是降速 因为它只是初期 只有这一波下跌走完了 你才能进行对比 所以说呢 要进行对比 注意 你要想到进行对比 速度 好 这一波出来了 出来了 很明显 下跌的速度怎么样 更快了 对吧 对比第一波的下跌 速度更快了 绿角线放的也更长 那么就代表什么 代表 低 这是一分钟低跌 不是五分钟低跌 因为绿角线创新低了 绿角线创新低 还代表了一点 回 反弹之后再下 容易出现五分钟低跌 为什么 绿角线已经放得很长了 速度又这样快 速度快呢 导致价格还会继续下跌 但是呢 绿角线已经达到一个 比较 比较 夸张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那么 再次出现 夸张的这种长度的 可能性就不大了 就是每当 红角线放置一个 非常高的静低的时候 下次再超过它 这个难度就再加大 如果价格 创新低了 绿角线没有超过这一波了 那就形成五分钟低点 即 它容易形成五分钟低点了 第二 不在这个位置形成 至少要一个反弹再下 才能够形成 就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 所以说呢 速度更快了 就代表什么 这个地方还是无法止跌 还有一波下跌 哦 没了 好 我们再看新的一张图 大盘盘口的综合应用 这张图 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 第一 它是低点还是高点啊 低点 它只能 它能判断是低点 对吧 那么它是一分钟低点 还是五分钟低点呢 认为是一分钟低点的 打一 认为是五分钟低点的 打五 别打二了 打二我看不明白了 还有很多人选择一分钟低点 五分钟低点 好多熟悉的面孔 都写的是一分钟低点 好 我们先说五分钟低点 我为什么说五分钟低点 价格创新底 两个红角线的峰值望回首 不去判断它级别大小 你先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五分钟低点 没错 为什么呢 就是尽管它是刚开盘 但是呢 它有前面之前有一波上涨 然后呢 形成了快速的下跌 五分钟低点 其实它的硬性要求 就是两个峰值之间 如果价格创新低 绿角线的峰值往回首 那就是五分钟低点 目前来看也就是五分钟低点 尽管上面的小盘古线 走得比较平缓 但是它也是创了新低点 所以这个地方五分钟低点 没有错 但是刚开盘 不存在出现一个持续的下跌 所以说呢 五分钟低点 级别比较小而已 所以说呢 我们再进行判断就是 五分钟低点 级别小 价格创新低 绿角线的峰值 没有创新低 五分钟低点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第一个印象 第二 由于它是刚开盘 并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下跌 五分钟低点的级别比较小 第三 分时线的下跌速度过快 分时线的下跌速度过快 也代表什么 五分钟低点的级别比较小 第四 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信息 两条线分化 黄色线在昨日收盘线之上 白色线在昨日收盘线之下 代表了蓝筹骨在领跌 小盘骨比较扛跌 蓝筹骨领跌 小盘骨扛跌 这张图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 好 请看下一张图 刚才这张图的延续 那么到这张图上 我们能够看到的 好了 大家这个找五分钟低点和高点 还不太好找 我觉得讲的应该没问题 讲完之后 我们在进行互动的时候 当天大家找这个五分钟高低点的时候 找的都挺好 就是说你先判断它是五分钟低点还是高点 还是一分钟低点还是高点 判断出来再去判断级别 好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到现在这个位置 认为是五分钟高点的达五 认为是一分钟高点的达一 太令我失望了 难道让我再把五分钟高点重新讲一遍吗 好 还行 后边还行 最开始第一页里头 十个有两个和三个人在说五 后边大部分都打得一 好了 我为什么说它不是五分钟高点 绿角线再收短 你看到没有 红角线再收短 这张图 大家再回头来看图 红角线再收短它没错 但是它中间没有绿角线 看到没有 没有绿角线 就没有把这两个红角线给它隔开 没有隔开 它就不是两个峰值 它是一个峰值 这个地方它没有红角线 就没有绿角线 代表了什么 它是两个上升连在一起 但是它是单峰值 它不是双峰值 它不是双峰值 就不是两个下跌 两个上升 而是 它是单峰值的 不是两个峰值的对比 那就不存在 形成五分钟高点 也就是说红角线之间 必须得有绿 绿角线之间必须得有红 把这两个峰值隔开 它才有两个峰值 你甚至可以多隔一个 形成三个峰值之间 可以隔一个 但是只能隔一个 所以这是我们讲课 对于五分钟高低点的硬性判断 你看我什么时候 在没有形成五分钟高点的时候 给了五分钟高点 所以说这个硬性规径 硬性需求 千万不能弄错了 好吧 那么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我们得到什么信息 红角线收短之后再放大 两个上升连在一起 由于两个上升连在一起之后 消耗了比较多的做得能量 通常会有回调 但是回调的级别不强 目前来看 这个上升的速度也很快 怎么样 通常你来判断 它回调速度是不很强的 但是呢 由于它两个上升连在一起 如果它是单峰值这么长 就肯定确定它不是很强的 两个方式连在一起导致什么 导致它消耗了一定的做多的能量 因此回调的力度不强 直到这个地方要回调 但是回调的力度不强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不能判断 就这张图不能判断 这五分钟高点 但是刚才那张图 能判断五分钟低点 这跟我们讲的是一样 好 这张图 第一波回调的力度不是很大 然后呢 经历一个反弹 你看反弹的红角线非常的短 异常的短 然后再下跌 再下跌的时候 绿角线放得非常长 绿角线已经超过这一波的绿角线了 价格跟这一波的价格的低点 差了很远 这儿的价格距离这儿也差了很远 但是通过绿角线的长度 迅速放大 我们可以判断 这个地方的下跌 十分猛烈 主跌 第一个 十分猛烈 主跌 第二 主跌之后通常会有下跌的延续 即这个地方即便形成一分钟低点 也应该不是最低点 至少会有一个三浪的下跌结构 这只是三浪一 等反弹之后再下 然后再根据速度来进行判断 还能看到一点是什么 厂口越来越大 你看 早盘的厂口很小 然后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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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越来越大 这代表市场的分化越来越严重 大盘跌指数不跌 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反的 大盘没跌 指数狂跌 就是股票没跌 指数狂跌 现在目前来讲的就是 大盘在下跌 个股不下跌 这种情况下 你都不用看上涨加数 一定是超过下跌加数了 大盘股在下 小盘股在上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到这 好 目前的这个位置 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位置 首先问一下大家 是一分钟地点 还是五分钟地点 认为是一分钟地点的打一 认为是五分钟地点的打五 秀车blog问 如果中间隔一根线 是不是也有效 是的 只要隔一根也行 不是非得隔两根 隔一根也行 嗯 不错 这么多学员 只有三个人给五 甚至都给 这个给五的 我很不理解 我都讲得这么详细了 怎么还给五 好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图 绿角线是不是最长 那么绿角线没有往回收 它已经创了峰值 就不存在背离关系 价格创新低 绿角线也创新低 不形成背离 只有价格创新低 你看 这儿 价格创新低 绿角线对比前面的绿角线往回收 这是 这个低点在这儿 看到没有 一个是价格创新低 一个往回收 一个价格创新低 绿角线也在放大 所以说 不存在五分钟 这个低点 已经创新低了 绿角线已经创新低了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 这波的下跌速度 比上一波的速度还快 短期 但是绿角线也放得很大 短期无法止跌 好吧 只能判断是一分钟低点 判断不出来 这是五分钟低点 好 再下 经历了一个反弹 经历了一个反弹之后 那么这儿是不是五分钟高点呢 就这个有点难度 大家答不上来是正常的 这儿是不是五分钟高点呢 看这条线就是 看这条线就不是 为什么 价格创新高 红角线 缩短 是五分钟高点 但这儿价格没创新高 两个指数之间不协调 第二个 如果假设它是 这是一个下跌图中的反弹 形成的五分钟 下跌图中的反弹 形成的五分钟高点 也是级别很小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肯定是不会给五分钟高点 我最多就给一分钟高点 那么这张图能够看出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绿角线又放大了 那就代表什么 新的一波下跌开始 并且还是主跌结构 好了 目前来讲走到这儿了 走到这儿了 那么这个位置 绿角线也放大 你一定要注意 假如价格创新地 绿角线没往回收 它没创新地往回收 就代表什么 五分钟低点形成 到这张图的时候 你应该注意什么 注意 绿角线它的放大 因为它还没往回收 你还不知道它放到多大 你一定得等它的绿角线完全放出来之后 再进行判断 你不能说从第一格和第二格 现在目前是第二格 从第二格绿角线 你就开始判断 这个价格到底是不是形成五分钟低点了 对吧 好 你看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 到这张图 这张图的时候 就已经很明显地知道了 这个绿角线创造历史最高值了 价格到这儿了 这个价格也到这儿了 价格也创新地 价格创新低 绿角线也创新地 首先来判定 不是五分钟低点 第二 你得做好五分钟低点的准备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绿角线太长了 如果出现一波反弹 这个反弹建红角线 如果没有红角线 完了 为什么呀 因为它不是两个峰值了 变成单峰值了 必须得有红角线 两个绿绿角线之间 必须得有红角线才行 所以说在这儿 这张图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第一 一分钟低点 第二 下跌速度更快了 后还有后续 离五分钟低点很近 做好准备了 好 到这 大家请看这张图 这张图 认为是一分钟低点的打一 认为是五分钟低点的打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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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人判断错 全都认为是五分钟地点 所以说呢 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 这个五分钟地点出来之后 大家不敢确定啊 尤其是在早盘的那个 出五分钟地点了 各种形态都有 各种形态都有 你就把它定义五分钟地点 你不用考虑其他的 好 五分钟地点出了了 那么你单从现在目前来讲 级别是大还是小 级别大还是小 我跟大家讲 不大不小 适中 从位置的角度来讲 之前一直震荡盘下的 几乎到这个位置上 出了一个五分钟地点 那就代表什么 位置的角度来讲 五分钟地点的级别大 但速度过快 过快这么快地下跌 这样快地下跌 它即便形成了五分钟地点 级别也是很小 所以说速度级别是小的 位置级别是大的 一个大一个小 就是不大不小 通常我就给什么 给五分钟地点 但是我后面不加级别小 好吧 那么我们目前来讲 再看最后一张图吧 那么我们用这个 找五分钟地点的方法 而且这一路跟随下来 你发现没有 就能够找到这个点 就能够找到这个点 而且我们讲盘口 也讲了很长时间了 讲盘口讲了很长时间了 大家在听了这么久的 大盘盘口的课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 哪是高哪是低 哪是重要的高点 哪是不重要的高点 哪个重要的高点 它的级别又很大 这一点一定要弄懂 弄懂 弄懂了之后 你再回过头来 你再去做交易 很有意思 你会发现 你比原来买得更好了 位置买得更好了 位置卖得更好了 交易细节方面 你就把握住了 那么交易细节 一旦把握住 只要市场还是博弈的 多空双方在博弈 买卖双方在博弈 你就更加的占有优势 站在少数人盈利的那一份子里 所以说呢 注重交易细节 讲盘口就是为了注重交易细节 下个月呢 我们讲个股盘口 讲个股盘口的时候 会告诉大家这个挂单的技巧 你什么时候下单 怎么下单 你是挂单交易 现价交易 还是市价交易 这些呢 在下节课讲 所以说呢 下节课 首先 大家统一软件 第二 得弄个表 带秒针了 记住 你别买一个表之后 你发现没有秒针 它不转 你不知道是在哪一秒 白买了 这个这个表 好吧 一定要带秒针了 记住啊 一定要带秒针了 手表尽量 手表要是有的话 你也得摘下来 摘下来之后 它那个秒针太小 我怕你看不见 所以说你 你找一个能够轻易看见的 一眼就能看见的 你不能跑出去看 看这个秒针到底在哪了 先做好讲课前的准备啊 东西也没有多少钱 好吧 好 今天呢 关于大盘的部分 就讲到这了 就是综合应用 大家整体来讲 判断还不错 整体的判断还不错 一小部分呢 可能对于五分钟高点 低点 它的硬性规定 掌握的还不是很熟悉 那么回过头 你可以听一下 我们第一节课讲的录音 对于五分钟高低点的 硬性规定 是有严格要求的 即绝不随便给 第二 对于五分钟高低点的 级别的判断 是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呢 判断级别的重要的 这个程度 它依次是 第一 分时线结构 第二 盘口的位置 第三 盘口的速度 第四 多指数之间的相互印证 和白线和黄线之间的相互印证 好吧 就是这几点 对啊 比赛一阶 都是3 6 我 到